小镇有很多的客人 可能是外国人身份 或者是人在国外 但是想要贷款买套房 那其实呢 你是办得到的 而且今天我请的嘉宾 能帮助你完成这件事情哦 嘿大家好 我是Edan 那个卖房子的小镇 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 我是一个在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在这个频道我会用一镜到底的方式 跟大家介绍一些南加州漂亮的房子 同时间也会跟大家分享 一些在南加州买房卖房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事项 如果你是对南加州的房产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加入我的微信 打我的电话 我的LINE一般会在这边哦 好那收看小镇频道的观众呢 有很多人其实是还不是美国人 或者是没有绿卡 可能是外国人身份的 但是他们想要在美国买房 想要在美国贷款买房 那其实美国这边都是很鼓励 外国人来美国这边致产的 那如果是外国人身份要贷款的话呢 就是要走外国人的贷款 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呢 在这方面是专家 她叫Annie Annie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哈啰 大家好 我叫Annie Annie耀 我现在是在中国信托China Trust 做这个专门的这个贷款的部分 我是那个Long Officer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个外国人的贷款部分 是 是 那其实在南加州这边 做外国人贷款的就是那几家 那你们这个中国信托是外国人贷款 或者是不知他的收入 其实都是走你们家的Program 没错 那我们先跟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是外国人贷款 像什么样的身份 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签证适用 OK 外国人贷款呢 我们主要就是有几个 比较大的类型的这个签证的部分 那最常见到的就是这个B1B2的部分 那B1B2就是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的话也就是说 国内来这里Travel 然后呢要么呢就是学生签证 那学生签证是在美国比较大类的这个签证 就像是小孩子来这边读三年四年的书 然后爸妈想说反正住在这边 也要租房子 你不如买一个房子 那搞不好毕业之后卖了还赚了一笔 没错没错 那F1签证往下走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H1B签证 H1B呢就是你在毕业以后 那你希望你在美国有工作 可是你还没有拿到女卡身份 或者是美国公民 那你就是有一个这个H1B的这个工作签证 那再往下一个呢就是这个L1 L1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从国内来的投资 就是在美国开公司的这个签证部分 那这也是比较多的 那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外国人贷款的签证部分 就是这四个 OK那这样子其实你这样讲就蛮清楚了 就大家来美国这边至少都知道自己是拿什么签证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一句就是我们不是说执着这四种 对所以就是你当然会有一些别的类型签证 那我只要你有Legal的status来美国 我们都是可以的 你有一个正统的身份来这边 没错就是你只要符合条件 有绿卡的这个美国身份的也都是有那一方面的这个贷款 也可以那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下一集再跟大家讨论 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专门针对这样的部分 是就是说如果你报税可能不够的话 对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你qualify来买房子 没错对 好那Annie一般我们来比较一下 查收入跟不查收入贷款中间的这个差别 像是这个首付啦或者是它几年固定 或者像储备金啊还有利率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他们中间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OK那卖国人贷款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这样的客人 他是没有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报税记录 有的人刚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旅游签证是当然它不会有报税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包括就算你身份到了H1B或者是L1的签证部分 但是就像你说才来还没有办法提供有两年的报税记录 就是包括利率来讲啊包括Term来讲啊 40%是比较比较 common的program 最低35%可以做 但是呢40%是可以拿到最好的一个deal的 没错 OK 没错 好那我知道你们不查收入的话可能在reserve 就是储备金那一方面会有要求 对我们会要有一个12个月的还款押金主 因为小镇知道有其他银行做外国人贷款的可能要36个月 对36个月的其实也有听说过 对就会稍微高 那其实你们的reserve就12个月的话对买家是一个好处 因为很多人40%要要凑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没错 然后你另外还要再筹36个月 哇 对 如果这笔钱你都可以买更大的房子 没错没错 这个部分的这个12个月的还款押金 跟别的很多其他的这个不查收银行 要求还是相对是较低的 那对客人的压力来讲也会小一些 是 对 那另外一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利率 对利率来讲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外国人的不查收入贷款呢 现在差不多在5.5到6之间 5.5到6 对 Nice OK就我一般的印象 不查收入你的利率就是会高 查收入差不多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对对对 这是我要说的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呢 是稍微特殊一点 真的 相对来讲是说 因为基本上 查收入贷款呢 利率会低于不查收入 在差不多在百分之一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美国的 查收入的这个利息 traditional loan的它的那个利息 是真的是 是 要高一些 是 但在目前来讲 至于我们来说还是不错 对对对对 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对 然后它是三十年期吗 贷款的年限是三十年 不查收入贷款 但是呢利息固定呢 会是差不多三年或者五年固定 它不会它没有那种三十年固定的 像查收入那样子的 之后就浮动了 之后就会根据市场去浮动 那当然是在你不做任何动作的情况下 OK OK 那其实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观念 有很多人一开始进来 又走这种外国人贷款 或是不查收入贷款 他们是因为目前的身份不符合去做查收入 但是呢他们可能在过两年之后或三年之后呢 他们报税也够了 或者他们身份也拿到了 到时候就可以去做这个重新贷款 所以当你做这个外国人贷款 看到这个利率有时候比较高的时候 你也不要担心 可能就是这三年或者是五年 是这么高的利息 之后再做重新贷款就可以 不要把它想成说 你以后三十年都是要用这个利息 对 没错 是的 对 进入交易程序 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放款 我们差不多在三十天左右 在三十天 对对对 哇 OK 我们银行的优势就是 cost会比较快 那因为像在这样的市场里面 就是这个效率是很重要的 是 对 所以就是包括是说 为什么我们是很多这个 这个建商的这个 对 Inside 因为有很多外国人贷款的银行 他们可能做一笔贷款要做六十天 好久 对 四十五天六十天 然后到后面大家都都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两天都是在在在追 很紧张 对对 因为其实买一个房子 不管你是买多大的房子 对你 individual的客人来讲 都是一件大事情 对 所以在这个贷款没有落听的时候 大家心里都会觉得七上八下 没错 所以我们是以最快的速度 帮客人可以把他这个事情参交 了解 了解 OK 那在收费方面 你们有比查收入贷款收的高吗 我们的费用其实还是蛮reasonable的 比较合理的 我们就是一千两百块钱的 这个银行的收费费 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 我们特别适用于一些比较大的 公安量大一点的房子 那因为不管你有多大的贷款金额 可是你的费用都是在一千两百块 嗯 OK那蛮人性化的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很多人刚来这里 可能他还没有FICO score 是 还没有美国的信用分数 是 那这会是做外国人贷款的这个条件之一吗 没有 因为我们说外国人嘛 那当然很多就是像中国来的客人 他是不会有FICO score 对 所以就是我们是可以不用看那个FICO 刚刚我们有说这个投款的条件 还有这个除费金的条件 那如果客人他们是要办外国人贷款 还有其他的条件要符合吗 那我们讲的这个不同身份的客人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就是我们针对不同身份的客人 我们有不同的计划 是 那这个计划有分成可以用客人的 income去qualify 你所谓客人的income是他在国内的 国内的收入 对 那这样的客人一般都是 我们讲的这个旅游签证的客人 他只是来travel 可是他的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中国 是是在海外 那我们就是用他海外的这个收入 去qualify你的这个income 了解 我们另外一种program 叫做assets qualification 就是用客人的资产 对 那资产的部分呢 那就是适用于我们后来讲的 有在美国才开始工作的H1B 那当然还有那种完全没有工作的 学生签证 那还有就是再往下走的这个L1签证的部分 那基本上这种的客人呢 就会符合我们的资产证明的部分 那资产证明是看说他在国内的资产 对 那当然是说如果他在美国有别的房产 那也是他的资产 那他的首付部分也是他的资产 OK 押金部分也算他的资产 这样子 对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就是国内的资产部分 那国内资产就是他的名下的存款 对 也可以qualify他的资产部分 那你说的这个具体资产要多少的话 就是要看他要带多少款 没错 来去做审核 对 那到时候就是 我们会 对 对我们会算给客人提到时候需要什么样 安妮那你做这么多外国人贷款 那客人最会最常碰到的困难会是什么 或者是做不成的原因会是什么 比较多出现的问题是资金的这个season的问题 season season的意思就是 这个钱要我们银行要证明你的资金的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资金来源就是首付部分的资金来源 这部分钱是需要进到美国来的 是要放一段时间的 没错 那我们有两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这个银行的这个bank statement 就是银行的月结单的这个资金证明的要求 对 那就是如果说你来了美国之后马上就要买房子 那你还没有开账户 那钱还没有转进来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刚刚有讲说 我们有35跟40两种plung program 那当然了资金证明也分成一个月跟两个月 哦 一个月的这个利率会比较高一点 没错 OK 所以理想是在这边放两个月 你说的两个月的seasoning 那是代表说我的钱放在我银行两个月之后 我才能去看房子吗 不是这样子 那就是我刚刚有讲说 我们差不多在30天左右可以成交这个房子 对 那一般esco的话是差不多 大部分的客人会在30到45天之间啦 对不对 大部分是30天 30天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说你在看房子的时候呢 你可能账户上已经有一个月的钱了 嗯 那你在成交时候又有一个月的时间 嗯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是在放款之前吗 在放款之前你要两个月的stay 哦 OK 也就是说你的钱差不多来美国购一个月之后 就差不多可以出去看房子 因为看房子要时间嘛 你抬一抬弄一弄 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 OKOK了解 对对对对 你说到这一点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因为有很多客人都会 当我问他说 哎你的钱到为了没有 他们都会跟我说 我要先看到适合的房子 再开始去想怎么把钱弄过来的事情 对 那其实因为有这个seasoning的关系 你看到喜欢的房子 不一定买得到 就来不及了 对对 其实你是要提前准备 是 我们是要先把这个资金的部分 这边先准备好 对 再看房子 没错 会比较生泥的时间 没错 是 是这样子 最后让你分享一下 你们中国信托在做外国人贷款的一些优势好了 那我觉得我们银行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那个 closed turn around的时间 是 还是比较快的 是 30天的时间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没错 因为在现在这个市场里面 esco一般客人希望就是30天的时间 对 包括是说是刚才我讲说 我们有很多是建商的insight lender 也是同样道理 就是他们也prefer用我们 是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他们比较快的 可以closed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我们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那我们是银行是一个flat的 1200块钱的这个费用 那特别适用于买一些 大一点的豪宅 是 对 还有就是reserve 的部分 那reserve 部分呢 我们银行是12个月的reserve 其实这一点听起来没有什么 但其实很多可能是很困难的 对 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Annie来我的节目 跟大家介绍 如果外国人的身份要买房的话 有什么渠道去贷款买房 那如果你们的身份是适合做外国人贷款的话呢 可以跟Annie联络 那她的资料呢 我会放在资讯栏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呢 帮我按个赞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现在可以把它订阅起来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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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